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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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则由于网络媒体所造成的谣言 主要就是源于这张图 实际上这个全球发出警示真的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 读影翅虫作为影翅虫中常见的一种昆虫 已经与人类打了几千年的交道了 它既不是什么入侵物种 也不是什么新型变异品种 从古至今都存在 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之前其实我详细的科普过一次影翅虫 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这一期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谣言 首先这次谣言中说 影翅虫在身上不要打 因为它身上有毒液 实际上这种毒液指的是影翅虫毒素 只有在影翅虫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分泌出来 跟臭虫喷出的臭液是一个概念 其实它虽然没有用专业的名词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是后面接触到皮肤就死定了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好害怕耶 这里来一个光速打脸 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枚 因为影翅虫毒素而致死的案例 一枚都没有 这个物种的确会造成人类产生影翅虫皮炎 没错这种皮炎的确会让人的皮肤起泡 发炎 并且又痒又痛 但是一般情况下 接触到了影翅虫毒素 根本不会出现图片上的这种情况 目前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在各大网站搜索了这张图片的来源 并没有确切的发现它一定是影翅虫导致的 我们也询问了一些昆虫学的研究者 图片上的症状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毒影翅虫造成的 因此我们可以怀疑这张图片是批出来的 或者是其他症状 然后甩锅给了影翅虫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张惊悚的图片而感到害怕 真正的影翅虫皮炎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当然它仍然会让人感觉到痛苦 但根本不可能致死 这则信息纯粹是恐吓 以及转发十份 就一个人获救 这完全是一个噱头 还不如说转发十份 就会有十个人被一则假新闻而误导 导致全社会的惊恐 这则新闻是几年前的内容了 但是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在转载它 龙王几乎每一天都会听到有人来问我 那里好像看到了类似的昆虫 并且非常不安 这导致很多的人 几乎都睡不着觉 为这种昆虫而苦恼 再加上它的趋光性还会飞行 即使是住在高层的居民 也有可能遇到毒影翅虫 居民带来了无限的恐惧 实际上影翅虫毒素 只有它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分泌 尤其是碾压 因此如果一只影翅虫只是在你的皮肤上爬动 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 除非它受到了惊吓 即使分泌了影翅虫毒素 这种毒素根本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也不会出现这么荒谬的患症反应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毒影翅虫 该怎么办呢 之前我的视频里其实有过介绍 但是我这次还是另外介绍一遍 第一种情况 如果在家里看到了影翅虫 比如在墙面或者桌上 该怎么处理 首先需要找到一个类似瓶盖的容器 像什么塑料怪也可以 非常小心的把影翅虫扣在上面 然后再将一张很薄的纸张 或者是卡片从底部插进去 用这种方法捕捉影翅虫 然后连着瓶盖和纸片一起扔掉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人可能会不经意的 用瓶盖压到了影翅虫 影翅虫可能会感觉到惊慌 分泌影翅虫毒素 因此出于安全 最好是把盖子和卡片全部丢掉 切记不要随意的踩死影翅虫 因为如果踩死影翅虫的话 它会分泌大量的影翅虫毒素 即使是用拖鞋板 这些毒素不会很快消退 一旦接触到皮肤 还是会容易造成皮炎 切记不要用手拍 那么如果影翅虫爬到人的皮肤上 怎么办呢 包括这则谣言以及其他的新闻 可能都讲述了用吹掉这个办法 但实际上这种方法我清测发现 并不是很有效 因为我在野彩的时候 经常会与毒影翅虫打交道 这个办法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吃力的 那至于一些 本来就很害怕毒影翅虫的人 用这个方法的话 很有可能不仅失效 甚至让影翅虫分泌影翅虫毒素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在这种惊慌的环境下 很多人会用力的去吹它 却发现吹不掉 这反而会惊扰影翅虫 并且之前说的墙面上的方法 也是无效的 因为在人的皮肤上 如果用一个盖子去困住影翅虫 也有可能让影翅虫惊慌 然后分泌影翅虫毒素 让皮肤发炎 并且有些人如果盖子没盖稳 夹到了影翅虫的脚 影翅虫会大量分泌影翅虫毒素 那就真的GG了 因此个人最推荐的办法 就是找一块纸片一样的东西 由于个人经常是在野外野彩的时候遇到 个人更推荐于树叶 当然如果在家中也可以用一些纸片 轻轻的把纸片放在影翅虫要走到的路线上 让影翅虫爬到纸片上 然后迅速的对折纸片赶紧扔出去 切记在压纸片的时候不能用力过猛 否则如果影翅虫毒素渗入 然后从纸片上渗透出来 有可能还是会接触到人的皮肤 当然如果你想放这个小家伙一条生路 你也可以选择让它爬到纸片上以后 连着纸片一起放掉 它会飞走的 其实影翅虫是一种异虫 它不吃蔬菜 它只吃家中的害虫 来到人类的家中也是因为吃害虫 以及趋光性的缘故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影翅虫都会分泌影翅虫毒素 影翅虫是一个科 隶属于翘翅木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甲虫 只有很少数的影翅虫 才会分泌影翅虫毒素 最著名的也就是毒影翅虫 好的 那这一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这一期呢 也不光是解除误区 我也想介绍一些影翅虫应对措施 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人 如果在雨后遇到了影翅虫 可以运用这些知识 那龙王的目的就彻底达到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看的还顺眼 可以去点一下关注或者投个硬币什么的 龙王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让更多的人知道昆虫知识 远离误区 是龙王的一大心愿 好的 那这一期视频我们介绍了影翅虫 它被吸引到家中 以及之前说过钻耳朵的昆虫 跑到人的家中 分别是由于趋光性和趋暗性导致的 那么什么是趋光性和趋暗性 在下一期的科普视频里 我就会进行介绍 这里是龙王 我们下期